二战期间 日本陆海军在北上和南下 两个策略上争执了许久 最终日本选择了南下进入中国南海 随后不久 南海地区的无数民众就看到了日本人磨刀霍霍 将他们变成了带宅的羔羊 一直以来 在日本人眼中 南海都是攸关日本国运的生命线 可是日本退役少将文古的一篇文章 改变了日本的看法 他指出南海不是日本的生命线 而是中国的生命线 因此日本更应该关注南海 让南海乱起来才是对日本最有利 最好让这里从战略热海升级为冲突火海 从此日本就加快了搅弄南海风云的速度 二战后因为美国的纵容 日本大东亚共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东亚地区,日本开始不自觉地以领头羊自居 没想到80年代以后,日本昔日的繁荣泡沫破碎 日本进入了失落的30年 再看旁边的邻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长 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一路飞奔 日本心态开始不平衡了 对中国的崛起不请焦虑,更有防范和戒备 对日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遏制中国 怎么遏制呢? 南海就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软肋 无论是向外运输产品还是向内运输能源 都必须经过南海 控制了南海,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在东海地区 本就有领土主权纠纷 如何才能强化对东海地区的管控 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 减轻日本在这里的战略压力 一直是日本安保战略的重要课题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和日本也算是高度一致 所以,为美国出头 也是在为自己构建有力的海洋秩序 日本当然卖力了 为了分散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的外交资源和精力 日本开始全面布局,多地闹事 2010年,日本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我国渔船 两年后,开始非法购岛 准备将钓鱼岛画在日本的地图上 中国海军海监渔政为了宣示主权 打破日本控制 开始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航 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无理取闹 索要南海岛屿主权时 日本寓以支持 以换取这些国家对日本行为的支持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专门提出过日本的印太构想 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应对日益强盛的中国 日本的印太构想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完美获补 美国的关注点着重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 而日本侧重在价值观和经贸合作方面 双方战略对接一拍即合 在美国的主导下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开始建立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之后日本又拉上菲律宾、越南、印尼 搞了个小四边同盟 日本认为以同盟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中国的遏制 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初出实行美国优先战略 日本看着不靠谱的美国又开始动起了心眼 日本认为以特朗普的风格 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可持续性、可操作性实在不可过于相信 如果美国在这里也退出了 那么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 日本势必拿到手 要想掌握无美国领导下的印太海洋秩序 日本近些年还在流行一种论调就是美国的衰落 日本人认为一旦美国失势 亚太地区也将进入群雄逐鹿的局面 日本也有了趁乱崛起的机会 以亚太国家现在的实力而言 能和日本形成竞争对手的就是中国 所以日本开始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 散播中国威胁论 日本认为只要中国成为了威胁 实力也不那么强大了 那么日本领导这些地区小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大东亚共融圈也不再是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 日本也没有放过任何拉拢东南亚小国的机会 并且有意将越南菲律宾等国 培养成其在南海的代理人 以方便日本以后能更深入地介入南海争端 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卫装备和技术 以便能够最快速度地提升这些小国海上安保的能力 除了武器以外 日本也和印度一样 帮助东南亚国家培养训练军事技术人才 日本也在强化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 不断提升双边联合训练的规模和频率 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做好了一切准备 但是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在东南亚 甚至整个亚太的影响力 其实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经历过一段 悲惨曲折的发展进程 现在最主要的诉求就是 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能够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 民众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之后就一蹶不振 目前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日本经济的前景自然也不容乐观 日本虽然也给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但是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况且日本也没有太多的鱼 而中国无论是中国 东盟自贸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亚图航的建设都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 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因为一带一路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些项目也深化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 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构建 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日本从来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 中日在南海也并没有领土纠纷 日本却偏要在这里横插一脚 破坏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稳定 日本的所作所为 还是其野心在作祟 历史并未远去 日本的野心和图谋 值得所有东亚国家 警惕 香港汇报 华 臭